水雾不斷噴出 泳池内的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这位小弟弟水中匍匐前进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有多兴奋 另一头还有人打起水仗 孩子们穿泳衣在水池内玩得超开心 没泳衣的也聊了起 这边有人玩水枪 旁边有人从滑水道溜下来 这可不是夏季细水趴 而是一场满月酒 台南雪甲区的陈先生 喜获林儿 儿子弥月邀请亲朋好友来吃半桌 加码水上乐园 天气太热 最后连大人都忍不住 鞋子一脱冲进水池 大人小孩打成一片 满月酒便泳池开队 陈先生跟他的妻子结婚十一周年 儿子满月盛大举办 就在自家的空地 洗开十四桌 请中破晒来半桌 一桌一碗有螃蟹鲍鱼龙虾 鲜美鸡汤跟知名的冰淇淋 身为二宝的爸 他怕孩子们无聊 找来水车租冲汽水池 花了三万五千元 超狂满月酒 主家宾客都开心 朋友的小朋友都蛮多 想说夏天 就是让爸爸妈妈们 他们来这边 亲友来这边吃饭 吃得开心 小朋友也玩得开心 也就是不用顾虑到 小朋友在那边跑来跑去 就有个水池 让他们顺便消暑一下 活动结束 亲友意犹未尽 希望陈先生再办一次 他笑说不用等生第三胎 顺其自然 如果有机会 当然是不一定要生小孩才办 有时候比如说大家有聚在一起 某个节日还是也是可以办这样 台南人的满月酒 有好料吃 有细水池 可消暑 比霸气 比谁狂 东森新闻 张四贤 王子民 黄小琪 在台南的采访报导